崔石荣家中 段氏在等一个重要的人 通正史思的高玉 明面上跟崔石荣没有来往 其实两个人私交甚厚 崔石荣进了大牢之后 高玉明里暗里 都让人照应着段氏和崔毅成 段氏等了好久 管氏才将高玉带进了堂屋 见到高玉 段氏立即跪下去 高大人 我们家老爷能不能活着出来 全靠您了 高玉连忙说道 老夫人快快请起 段氏这才擦着眼泪起身 下人立即端茶给高玉 高玉咳嗽一声 这外面茶得紧 我也不便酒流 我们就长话短说 段氏合手 高玉从怀里取出了一封信函递过去 这是崔氏兄 亲笔信 我也是好不容易才拿到手 扫夫人看一看 段氏的手顿时颤抖起来 嗦嗦嗦嗦地将信打开 熟悉的字立即映入眼帘 段氏的眼泪毫无预警地落下 这是老爷的字 没想到这时候他还能见到老爷的字 信写得很潦草 大概的意思是他在牢中还好 多亏了高玉上下活动才能保住性命 想要救他出大牢 一切都要听高玉的安排 段氏几天来 一直体在喉口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老爷这样说 证明他做得没错 这些日子 他接二连三地做噩梦 生怕不该利用陆子明 来牵扯崔氏图 现在好了 只要老爷也这样说 他就什么都不怕 明日我就去族里 让族里长辈出面 可是现在就怕姚氏会坏事 病了的人 不知道会说出什么来 让翠玉婷知晓 恐怕就会有变 翠玉婷会不会提前着手安排 高玉说道 这个 嫂夫人放心 我也是听到消息 那姚氏不过是虚张声势 那病根本就治不好 贺家也不过是跟着做做样子罢了 所以说 如今崔玉婷和姚氏 还都是灯下黑 一柄钢刀架在脖子上 还尚不自知 算是嘴角浮起了笑容来 皇帝做了个噩梦 先皇坐在龙椅上写字 他走过去低头看 却不料先皇抽出身边的宝剑 将剑尖送进了他的心脏 大声地呵斥他 大逆不道 图谋反叛 皇帝顿时睁开了眼睛 大殿里静悄悄的 床上只有安睡的丽贫 皇帝想要再躺下去 却嗓子一痒 使劲地咳嗽起来 丽贫被咳嗽声吵醒 忙起身来拍腐皇帝的后背 没事 没事 皇帝摇着手 向曹安给朕叫过来 工人忙着收拾 不一会儿的功夫 大殿被清理干净 利贫也被抬回去 曹安就跪在大殿上 皇帝抬抬手 曹安起身上前 皇帝说道 那件事怎么样了 曹安摇了摇头 都这么多年了 那陆子明就算当年 侥幸活下来 如今也早该死了 天家早就坐稳了江山 那些事已经是过眼云烟 天家就放心吧 这么多年了 他却永远也忘不了 忘不了先皇让通正思史 陆子明写的继位诏书 只要那诏书一日找不到 他就不能安心 皇帝仰起头 闭上眼睛 有半点的蛛丝马迹 都不能放过 曹安应了一声 慢慢地退了下去 京城也是个小地方 谁家那宅里 有个风吹草动 一眨眼就传得人尽皆知 崔石途大人多了一位树长子 就连沈氏都愁起来 婉宁过去说话 沈氏拉着她的手 你也不要太出头 新媳妇不好做 这是沈氏的经验 婉宁笑着喝茶 母亲放心吧 反正早晚要让人知道 她不是个软柿子 何必开始就装得那般辛苦 再说 她功顺又有什么用 她家二爷抿着嘴 就将家里闹得鸡飞狗跳 沈氏叹口气 唉 不知道父子俩 哪来的这么大的心结 婉宁想起了 崔义婷和她说的那些话 眼睛中闪闪烁烁 还隐藏了一股 不为人知的情绪 明明父子两个 还没有决裂到 那一般的地步 崔义婷却好像 早已经略过这些过程 看到了结果 大约这不是她的事 她总觉得公公还不至于 向崔义婷想的那般坏 说了几句话 婉宁坐车回到了崔家 换了衣服 婉宁去崔夫人的屋子里说话 崔夫人的气色已经好多了 两个人才说了几句话 宋妈妈说的 老爷来了 婉宁站起身 看到崔石头进屋来 崔夫人垂下眼睛 装作没有看到 婉宁上前行礼 崔石头将目光 落在崔夫人的身上 想要说话 却没能开口 又看向婉宁 从娘家回来了 媳妇去铺子里看了看 顺便拿回来些新茶 发现桌上放着一支支 镂空雕花的茶盒子 红色的纸尖封着口 上面写着出茶的日期 看起来很精致 所以她经常会听到人说 姚氏开的茶铺 将经理那些老铺子 都挤得无处容身 崔石头点了点头 大爷的病怎么样了 她去探看 下人一个个都像是 锯嘴的葫芦 事事都说要听二奶奶的 只有二奶奶知晓 她就不得不开口问姚氏 已经好多了 崔石头不禁挑起了眉毛 说是好多了 可是看起来 却和抬进府的时候 没什么两样 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不是说治好了 就可以说话了 就这两日 这两日内就能说话 崔石头抬起头来 穿着粉色被子的媳妇 面目舒展 仿佛很有把握 让人无法质疑 如果是一争 她就多问两句 一争那孩子不会撒谎 就算有什么隐瞒的 几句话也会露底 换成一庭 她也可以动气 再不就是让手下人去查 姚氏毕竟是个十几岁的女子 刚刚假进门 生得又柔弱 作为媳妇 帮忙管理内宅 也没多少差错 所以她是没法试探 更不能训斥 不过有些事 崔石头还是要问清楚 小哥怎么样了 有没有查清楚 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凡是厨房送去的东西 都很干净 去伺候孝哥的下人 都在葛家胡同里住 今天一早 我去让查了个遍 只有素云几个贴身的香蒙不让开 既然查不彻底 到底是什么原因 也就不能说个清楚 崔夫人不禁在心中赞许 婉宁一句话 就说个清清楚楚 这下老爷也没法再说什么 果然崔石头什么也没说 嘱咐下人要多照应崔夫人 转身走了出去 崔石头回到屋子里 将江云叫过来 去通州的人回来了没有 江云摇摇头 还没有 算一算应该就是这两日的事 说着顿了顿 您放心 通州的地界我们都熟悉 就算找不到陆老爷 也可以上下打点 那边的宅子有好几处 平日里都是您安排的人住着 只要有人打听 他们就会警觉 我分别写了书信过去 让他们闭言了嘴 什么话也不要说 崔石头点点头 江云道 就算真的常问起来 那些人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就怕时间不够 所以在这时候 不能闹出什么乱子来 崔石头抿着嘴不说话 想到那件往事 他突然收到陆家 被端王斩杀满门的消息 他刚要去打听个究竟 就收到一封信 让他去郊外的一处庄子里 他就在那儿 看到了被砍掉一只胳膊的陆子明 陆子明是先皇身边的重臣 管着通政司 但凡有圣旨 必然过他的手 先皇在陪都病倒 立即就传召了陆子明 他崔石头何尝不是受了 先皇之欲之恩 即便是知道姐姐和当今的圣上有资 也选择了规避处位之争 他以为袖手旁观 就是向朝廷尽忠 却看到伤重欲死的陆子明 顿时心中生出了一股愧疚 陆家人并非死在端王之手 而是死于当今圣上之手 陆家上下近百条人命 一夜之间被杀了干净 整个陆家血流成河 陆子明被身边的下人护着逃了出来 陆子明无处可去 最信任的人就是他 只好让人送信给他 圣旨摆在他面前 他这次才看清楚 先皇船位给了端王 他顿时热血冲头 想到先皇和陆家死去的人 立即让人将陆子明连夜送走 藏了起来 这个秘密 只有帮他送陆子明的足弟 崔石荣知晓 崔石荣为人聪明能干 无声无息地 帮他将一切安排得 妥妥当当 所以后来他致氏 却将手里所有的关系 都给了崔石荣 他也知道 这些年崔石荣越发地不像话 但是互不贪末 整个男职力 何曾不是贪末 开始他写信询问崔石荣 崔石荣都还要摆摆难处 而后来 崔石荣就避而不提 谁知道 义婷会突然地离家到了京城 查了崔石荣 崔石荣皱起眉头 让人好好地盯着 家里家外 不要出什么乱子 不管是义婷也好 姚氏那边也罢 总要多双眼睛 江云应了一声 宫身站在那里 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 老爷 这件事非同小可 老爷早就致事了 可二爷是仅因为千事 无论做什么都更加的方便 您不如和二爷说了 崔石荣冷哼了一声 哼 跟他说 他会将他老子也送去邀功 那树子何曾听过我的话 我不指望着他帮忙 但只要能别闹出乱子 就算老天带我不薄 家宁长公主已经很久没有去姚家 见到张氏 家宁长公主心里那些不快 顿时去得干干净净 坐在椅子上的张氏 就如同一朵已经凋零的花 脸色蜡黄 眼窝铁青 再也没有了从前的神采 从前他也过过这样的日子 嫁到刘家不久就守了寡 不敢踏出房门 就怕被人指指点点 而今他的苦日子 总算是熬到了头 他也尝到了怜悯旁人是什么感觉 家宁长公主拉起张氏的手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张氏有些惊讶 没想到家宁长公主 还能这样亲切地对他 顿时是像受了委屈一般 眼泪夺眶而出 姚依文要修了我 修书已经写好了 已经写好了修书 家宁长公主皱起了眉头 那你 张氏眼睛无神 修书被我父亲撕了 姚依文却已经铁了心 想要将我送回张家之后 将那沈氏迎进门 张氏说到这里 豁然地笑起来 咯咯的笑声 让他忍不住前仰后合 笑得眼泪都流出来 他要羞了我 那般地将我抬进门 如今却要羞了我 就因为姚婉宁的贱人 就因为他 张氏攥紧了帕子 仿佛是将姚婉宁 攥在了手心里 那个贱人 我从前怎么就没有杀了他 怎么让他活到现在 张氏显得十分的癫狂 家宁长公主沉下眼睛 轻轻地安慰着张氏 姚三老爷也只是一时置气 说不得过些日子也就好了 你总是生下子嗣的人 张氏想到欢歌 眼泪又掉下来 哭了半嗓 情绪才平稳了些 抬起眼睛看着家宁长公主 听说皇上已经赐婚了 昨日姚依之上主的消息 已经传进门 家宁长公主说道 已经开始修起 长公主腹 家宁长公主说起这个 眉眼中都藏不住喜气 张氏的心慢慢地沉下去 他想要的 都慢慢地离他远去 都属于了旁人 就连那个他厌恶的姚依文 也要修了他 张氏翻手紧紧地 攥住家宁长公主 长公主以后定然会 夫妻合顺 平安慷慨 说到这里 他脸色一变 就是不要放过那个贱人 要防着那个贱人 如今皇后娘娘 这般地喜欢他 难保将来 他不会压长公主一头 这些话 如果在几天前说 他大概还会仔细地 思量一番 可是如今不同了 家宁长公主抽出手来 拍拍张氏 瘦骨临巡的手臂 我总是长公主 当今皇上唯一的妹妹 不管是崔玉婷 还是杨婉宁 这些日子 就会尝到胆战心惊的滋味 坐了一会儿 家宁长公主 忽然觉得腰酸 就站起身来 这样俯着张氏 张氏看起来 更加地可怜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张氏就不该再嫁人 而是一心一意 抚养六皇兄的子嗣 说到底 还是张气成太过精明 听说六皇兄 死在宫里的传言 就找到了姚依文 而后听说六皇兄 大约是被囚禁在西门 就动了心思 要张氏将孩子生下来 这样一来 不管六皇兄 能不能再涂大叶 对张家来说 都没有任何的损失 最差的情形 欢歌不过是 做姚依文的儿子 张氏做他正经的姚三太太 可到底是人算不如天算 家宁长公主从姚家出来 马车慢慢地 驰向了长公主府 崔家的丑事 已经传得满城截支 就算崔师徒 还没有改族谱 也已经是他们要等的时机 叔父安排的人 大约这些日子就会动手 家宁长公主正想着 外面传来一阵 乱糟糟的马蹄声响 家宁长公主皱起眉头 跟车的婆子 立即快走两步 去前面查看 只见浩浩荡荡的马车 迎面走过来 一眼望去 看不到边际 街上所有人都跑出来张望 拉车的马 各个神俊非凡 仿佛从天而降似的 天哪 这是谁家的马车 街头巷尾的人都在议论着 是不是哪个大户人家进了京 可是不论是再厉害的达官显贵 也没有这样的阵仗 望不到边的马车 一辆接着一辆地进了城 好像永远走不完似的 还有呢 还有 所有人都好奇地张望着 聚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车上装的是什么啊 大家平头论足 已是热闹非凡 家宁长公主的马车 等了一会儿 跟车的婆子忙去看情形 片刻的公父回来禀告 那么多的马 让不开路 要不然咱们从旁边过去 她也想知道 到底会有多少马 从眼前走过 家宁长公主说道 我们就等一会儿